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认识巴尔的人吗 这个万总真是太没良心了 亏他是做食品生意的 而且我们之前跟东士的纠纷 拖了那么久 也是拜他所赐 这个老费坏透了 罗总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就直说吧 能帮上忙的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大家看啊 这两个地方会有两个看守 都是苏企的人 到时候得咱们自己人办成搬运工 从这儿进去 如果一旦确定是姜师肉的话 得立刻告诉我们 那我一个人去就行 人多容易暴露 别啊 咱俩一块去啊 相互之间还能照应一下 对啊 我也陪你一起去吧 你去干嘛呀 这玩意儿需要演技 我演技多好啊 你不行 再说了 你那戴着口罩眼镜的 一下就被人认出来 哎 我觉得胖胖说得对 你们就等着我们俩的消息就行了 放心 我认识他们公头 被聘用不是难善 嗯 嗯 嗯 哎 这伙食肉真是越来越差 鸡蛋面里头 连个蛋花都没有 这大晚上干苦力就给吃这个 连油水都没有 知足吧 就是因为晚上厚多 才多加了两样 要不 平时只有馒头 呀 那我多嘴问好一句 这里面装了是啥了 咱们半夜三更不睡觉的办 听说是一批重要的食材 三角的点 无非就是做酱那些嘛 赶紧吃 赶紧吃 吃完干活啊 早点干完早点休息 别在这里瞎凉了 好 走 哎 都是正规包装冬肉 老克发来的吗 嗯 说都是正规的冷冬肉 什么正规的 是不是时间信息错了呀 还是苏琪给我们的消息是假的 不应该 苏琪这个时候如果骗我们 对她没有任何一点后处 如果是正规的冷冬肉的话 为什么要在晚上凌晨卸载呢 白天不是更方便卸货吗 那个万总这么做 指不定在哪设计好印尼呢 可是这么大量的货 他们肯定得找一个大型的冷藏库才行